中美洲国家威地马拉的赴埃哥火山从星期天开始就开始大规模喷发 而炽热的岩浆形成火山泥石流淹没了附近的村落 情况惨烈 昨天火山活动加强 再度喷出熔岩和火山灰 截至目前为止 罹难人数已经增加至至少75人 超过3000人被迫紧急疏散 而联合国也组织专家团队前往灾区展开救援行动 持续喷发两天的威地马拉赴埃哥火山 昨天再度喷发 并拉响了火山警报系统 导致部分灾区的搜救人员被迫暂时撤离现场 另一边乡救灾机构也展开了新一轮的疏散行动 帮助受灾居民搬离到安全的地方 从高空往下看 火山喷出的大量火山灰 大范围地掩埋了整片森林和村庄 厚厚的火山灰 不只让曾经生气勃勃的地方 瞬间成了荒凉之地 更谱写出了一段段令人心酸的悲剧 厉民灾民因为无法接受三十六名近人同时离去的消息 而哭倒在有人的怀中 也有民众表示 基于喷出的熔岩已经严重毁烂大部分的遗体 以此当局也只能够进行脱氧核糖核酸DNA检验来分辨尸体 而目前当局只是辨认出了其中十七名死者的身份 镜头转到美国夏威夷 当地火火山基拉维尔在上个星期五就持续喷发 炙热的熔岩流到附近一个海域时 顿时形成了白色烟雾 附近上百间的房屋也惨遭焚毁 基于安全问题 当局近日再度撤走沿海的两个社区居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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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